自从沃尔姆人来到地球后 不光给人类带来了先进的武器 还带来了高科技的医疗设备 是否还记得人类以前是如何拔出几甲虫的吗 以前只能用气割枪慢慢将其烧断 这种方法却不能完全摆脱外星人的控制 而且风险还比较高 眼前这个高个子被外星级甲虫控制 再来看看沃尔姆人带来的这个高科技是如何去除的 这种仪器能彻底将几甲虫从体内拔出 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可想而知他们的科技远超过人类 晚上汤姆和米奇与八爪怪的反叛者进行了秘密会谈 八爪怪告诉汤姆他们 自从上次鱼头怪被汤姆干掉后 如今又任命了一位新的领主 并说这个领主是个人类 而这个人类比以前的鱼头怪更危险更残酷 汤姆瞬间就联想到憨斗 既然人类都可以做他们的领主 那么他们其他的领主也可能是领主 宇宙中的任何生物 可想而知他们的实力已经强大到无法想象的地理 因上次任务中他们遭遇了外星人埋伏 他们认为人类中有内鬼泄露的消息 负责调查内鬼的副总统筛选出50多名嫌疑人 在外星人入侵之前黑皮是一位优秀的警察 因此他想要黑皮为他指点指点 副总统拿出整理好的嫌疑人名单给黑皮博物 黑皮发现嫌疑人名单里很多都是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 在黑皮的帮助下副总统最终筛选出了12名嫌疑人名单 当副总统正想将嫌疑人知识汇报给汤姆时 顾桥此时却得知了安妮快要生孩子的消息 此时汤姆心里满满都是母女俩 又要做父亲的汤姆并没有在意嫌疑人的事情 也正因汤姆的疏忽害死了副总统 回到办公室副总统正为嫌疑人名单发愁时 突然 很明显凶手想销毁副总统手中的证据 而汤姆这边的安妮也诞下了一名女婴 这可把夫妻俩乐坏了 他们的这个女儿可不简单 具体多么的不简单我们下集再说 就当汤姆陪着母女俩刚刚入睡时 秘书露出沉重的表情推开了门 汤姆这才知大事不好 因副总统遇害疑是汤姆非常的内疚 从现场来看副总统是被沃尔姆人改良的武器所杀害 能接触这种武器的人并不多 因黑皮接触过嫌疑人的出使名单 汤姆便命他协助调查内滚一事 然后汤姆和米奇跟随泡泡怪进入了一处秘密基地 泡泡怪告诉汤姆他们 敌人为了防止他们的大部队进入大气层 并搭建了抵御他们飞船的防御网 防御网由五座巨型防御塔组成 沃尔姆人的飞船想要顺利地穿越大气层降临地球 这种巨型武器来摧毁敌人的防御塔 这个武器也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很明显内鬼就是想找到这个武器所在之地并将其摧毁 与此同时 沙奇马在柜子里发现哈皮的靴子满是泥巴 难道哈皮就是他们所谓的内鬼吗 哈皮将梦里与憨斗在树林中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沙奇马却不以为然 认为仅仅只是个梦而已 并劝哈皮不要多想 然而这天晚上诡异的事发生了 沙奇马醒后发现哈皮没了踪影 于是他便去哈皮踢起的树林中寻找他 发现他那双残废已久的腿正常地走在树林中 两人一起共诊 七个月现在却才发现异常 见状沙奇马立马跑过去叫醒他 他们走后 憨斗却诡一般地出现在他们身后 中文字片